曹操辞世之后,妻子曹丕对于父亲留下的那些美艳妻妾,究竟采取了何种处理方式? 在曹冲不幸早逝之际,母亲愤怒地斥责曹丕为禽兽。 回溯往昔,曹操在曹冲离世后,曾对曹丕发出过这样的怒斥, 这对我而言是无尽的悲痛,但对你们兄弟而言或许只是窃喜。 这样的言论不禁让人好奇,曹操这位父亲为何对曹丕如此不满? 甚至不愿将皇位传给他们。 或许,从历史的典地记载中,我们能探寻到一些线索。 曹操与曹丕之间的关系,始终笼罩着一层紧张的氛围。 曹丕,这位在汉中平四年冬季,出生于佩国桥县的公子, 乃是曹操与汴妇人所遇的嫡长子。 据传,曹丕降生时,头顶之上,总有如车盖般的彩云缭绕, 人们皆语言,他将来必将登上皇位。 然而,尽管曹丕自幼聪慧过人,波澜群疏,曹操却对他始终心存芥蒂。 前有曹昂,后有曹冲,曹智,这些兄弟的存在, 使得曹丕的皇位之路更加坎坷, 也使得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。 曹操对曹丕的偏见,源于多年前的一场战役。 在晚城之战中,曹丕骑马逃离,而长子曹昂,则将战马让给了父亲。 最终,曹昂、曹安民以及猛将典围均应勇牺牲, 丁夫人也因此与曹操决裂。 这场战役在曹操心中留下了深刻的阴影, 他认为曹丕在关键时刻显得懦弱自私。 然而,那是曹丕年仅11岁, 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, 逃离战场或许是他唯一的选择。 当然,也有传言称这是变夫人为了争夺地位, 与张秀勾结,设计陷害了曹昂。 但无论如何,曹昂的离世, 让曹操失去了最理想的继承人, 也让他对曹丕的期望彻底破灭。 在曹昂之后,曹丕成为了家中最大的儿子, 他必须迅速成长, 以承担起家族的重任。 然而,就在他努力成为合格的继承人之际, 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出现了, 那就是曹冲。 曹冲是曹操的幼子, 与曹丕同父一母。 他自幼聪慧过人, 英俊潇洒, 在五六岁时便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。 历史上著名的曹冲称相便是他的杰作。 曹冲不仅聪明绝顶, 更有一颗慈悲宽容之心。 他的出现, 让曹操再次对曹丕的皇位之路产生了犹豫。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, 刑法之严苛令人责舍, 许多无辜者因小过而遭重罚。 曹冲, 这位心地善良的公子时常深入牢狱, 倾听冤屈之声, 一旦发现不公或刑法过重, 便已燃祥父亲曹操求援, 结救出数十名无辜者, 因此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赞誉。 曹操对这位才智出众, 心地纯净的儿子宠爱有加, 甚至有意让他继承大业。 然而, 命运弄人, 曹冲年仅13岁便因病离世, 令曹操痛失爱子心如刀脚。 曹操一生在权谋与道义间徘徊, 深知自己无法完全摆脱黑暗。 而曹冲, 如日中天, 心怀坦荡, 拥有君子之德, 本应如太阳般照耀国家。 曹冲的离世, 无疑让曹操深感同悉。 然而, 事事难了, 曹操在曹操离世后, 看到了新的希望, 他自诩为与父亲最为相似的儿子, 理应继承大业。 然而, 曹操对曹操的厌恶, 正是源于他身上的子嗣, 恨辣语多语, 这些特质如同镜子, 映照出曹操内心深处的阴暗。 在曹冲离世后, 曹操与曹操成为了世子之位的竞争者。 曹操文采飞扬, 性格洒脱, 其文章深受曹操赞赏。 而曹操则风格迥异, 文章细腻而哀怨, 虽情感真挚, 却过于敏感多思。 曹操虽欣赏曹操的文采, 但认为其政治手腕尚显致难。 而曹操则自建安十六年, 首封武官中芒将其, 便积极培植势力, 笼络朝中重臣, 为争夺世子之位不遗余力。 在众多谋士之中, 如贾许、 崔眼、 吴智、 缓劫、 魏珍等, 他们身受春秋, 力敌以偿之意的启发, 一致主张曹操英被立为世子。 当曹操向贾许请教, 如何稳固其地位时, 贾许建议他应以宽厚仁德为本, 简朴勤勉, 兢兢业业, 以彰显其作为长子的风范。 曹操采纳了这些建议, 言语律己, 注重品行修养, 逐渐赢得了曹操的青睐。 相较之下, 曹操天生性格不羁, 豁达洒脱, 行事无拘无束。 然而, 这种性格也导致了, 他与父亲曹操之间多次产生冲突, 使曹操对他深感不满。 一次, 曹操擅自穿越司马门而出, 这一行为触怒了曹操, 因为司马门是王公的禁地, 非经允许不得出入。 事后, 曹操严惩了驾车的官吏, 并严厉警告曹操不得再犯。 曹操甚至对众臣表示, 他原本认为曹操是诸子中最有潜力的人, 但这次事件让他对曹操的看法发生了改变。 尽管如此, 曹操在立世子的问题上仍然犹豫不决。 一日, 他向贾许询问此事, 贾许却笑而不语。 曹操追问原因, 贾许回答说, 陈正在深思。 曹操追问他在思考什么, 贾许回答道, 陈正在回想, 原本初和刘景生父子之间, 因费掌利诱而引发的内乱。 曹操听后恍然大悟, 意识到费掌利诱可能导致家族内部的纷争和分裂。 他深知自己的基业来之不易, 如何确保基业的长久稳固, 成为了他首要考虑的问题。 贾许的提醒, 让曹操下定决心, 最终选择了立曹操为世子。 建安22年, 曹操在31岁时被正式立为世子。 然而, 这段经历对曹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 他自幼便饱受父亲的猜忌和筛选之苦, 这种经历使他的内心变得扭曲而占有欲强。 在曹操去世后, 曹操将曹操遗留下的年轻机械和同学台积, 全部纳为己有。 这一行为引起了母亲的痛骂, 但他却不为所动。 这或许是出于对父亲的报复心理, 或许是对礼法的无视, 又或许只是单纯的纵欲。 但无论如何, 这一行为都成为了曹操人生中无法抹去的污点。 在历史的洪流中, 有一个传说被悄然编织, 他关乎权谋、爱情与牺牲。 曹时父子, 一代萧雄, 却都为一个凡间女子动了真情, 那便是真蜜, 被厚视于为洛神的化身。 真蜜, 一个名字, 一个传奇。 他不仅是袁绍的儿媳, 更是曹时父子心中的女神。 建安九年, 夜城沦陷, 曹丕在袁绍的府邸中偶然遇见了他。 他虽身处战乱, 蓬头垢面, 但那双明亮的眼眸却如星辰般璀璨, 令曹丕心动不已。 他回到曹府, 便向父亲曹操坦承了自己的心意。 曹操一代豪杰, 也曾对真蜜心生倾诉。 然而, 他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, 为了大业, 他选择了沉默。 真蜜的命运, 就在这一刻被注定。 他无力抗拒, 只能顺从地接受与曹丕的联姻。 然而, 这段婚姻并未如真蜜所愿。 曹丕登基后, 他的心逐渐远离了真蜜。 而曹植, 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, 也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真蜜。 他的弱神父, 被传为是写给真蜜的情书, 但现实却将他们无情地隔开。 真蜜, 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曹丕身上, 希望他能给他一个幸福的家。 但曹丕的心, 早已被权力和欲望所吞噬。 郭兆, 后来的闻得郭皇后, 走进了曹丕的生活, 真蜜的地位岌岌可危。 他试图用柔弱和无助来挽回曹丕的心, 但郭兆却已经牢牢占据了曹丕的心房。 真蜜的儿女成了他唯一的慰藉。 然而, 在这乱世之中, 谁又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呢? 真蜜的命运如同洛神一般美丽而悲哀。 他的故事, 被后人传颂, 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一段佳话。 在宫廷深处, 关于曹瑞血统的谣言, 如狂风咒语般席卷, 这无疑是对曹丕的极大嘲讽。 真蜜的境遇也在这风雨中愈发显得摇摇欲坠。 他眼前的这位男子, 早已不是昔日, 那个温柔地扶他起身的少年, 而是愤怒之下能血流成河的帝王。 曹丕愤怒之下, 下令真蜜自尽, 而真蜜则以他深沉的心境, 写下了那首挽留的诗篇, 或池中的葡草啊, 你的夜片为何如此飘零? 自理行间, 流露出乱世女子无尽的飘泊与哀愁。 无论是真蜜, 还是曹操的众多机械, 他们都不过是那个动荡时代的牺牲品, 是战争与权力的附属品。 就连曹丕这样的统治者, 也始终活在父亲与兄弟的阴影之下, 活得小心翼翼。 他们这些如扶贫般的女子, 又能有多少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呢? 最终, 能生活在一个和平繁荣的时代, 才是人生最大的福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